大家好,我是再忙也要自己做饭吃了 昨天网购了苏州虚城大厦的鲜肉月饼和双塔王室烧饼 这会儿正等着呢 那就稍待跟大家聊聊我对苏州灌钱街的一些印象 也想问问最近去过的亲 你们觉着那里的美食还有特色吗 在古代,很多城市的商业中心是以道观或者寺庙为起点兴盛起来的 以包区来说,南京的夫子庙,摩都的城隍庙,苏州的灌钱街都是这一挂的 有庙就会有香客,有香客就要逛街吃东西 香火越旺,香客越多,香客越多,店家越多 灌钱街成为苏州核心商业圈其实挺晚的 因为苏州曾经是大运河的重要枢纽 昌门内外才是繁华所在 等到了民国中后期,灌钱街已经是集零售、餐饮、娱乐、金融等多样化的现代商业街区 昌门一带,随着运河模式不再是主流 那里的商业也变得落寞 民国时期的灌钱街,如今仍然存在的几个著名字号早已经招牌闪亮了 像松贺楼、道香村、彩之斋、黄天元什么的,那都是流量担当 经营的餐饮或者食品,都烙着深深的苏州印记 小时候,父亲如果去苏州出差 总要去灌钱街带些吃的回来 别的我记不住了 但是,采之斋的枣泥马饼我是不会忘记的 因为14个字 前天秋天去苏州洗马 因为住在灌钱街附近 连侧体温带吃饭 一天要过去至少一两回 白天晚上那么溜的 忍不住就会琢磨琢磨 我觉得这灌钱街跟从前相比很不一样了 简单说,就是感觉不那么苏州了 虽说老字号大多还在 但是里面卖的东西 无论从店面设计到单品本身 相比从前工业了很多 甚至网红了很多 例如是大名鼎鼎的稻香村 稻香村名头不小 店面也大 我从前只在摩都买他家的鸭针 别的好像没怎么吃过 灌钱街这家店应该是总店 整体设计明显是冲着年轻外地游客的 什么意思 装修风格和陈列方式 很像摩都南京路的各大食品店 照明够亮 单品大部分是包装的 半时髦不时髦的感觉 不少单品不仅包装鲜亮 单品本身的颜色 也是鲜艳到不敢吃的那种 款式没有特色 某宝随便搜搜一大堆的感觉 要知道历史上苏州城不仅超级附属 文化积淀也很深厚 我觉得道香村完全有能力设计出 既受年轻人喜欢又更雅气的款式 只不过估计人觉着犯不上 就这都转翻了 在搜索我打小就知道的彩枝斋 彩枝斋的店内装饰 还带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特色 高高的天花板 白色的长灯管 垂下的宫灯 贴壁的苏式窗帘和瓦墙 陈列岛的仿古门楣 比道香村看着要古色古香的多 店员姐姐的穿着也很有苏州特色 感觉彩枝斋卖的单品更丰富 从糕饼到糖果 从虾子响鱼到鞋底酥 目测单品比道香村还要多不少 只是如今的单品几乎都得进包装 从前的带忙风机什么的就看不到了 问店员大姐说是为了食品安全 这个理由很没道理 要这么说南货店都不能开了吗 估计是现在的游客不大会买吧 灌钱兼卖吃的当然不止这两家 今儿先说到这里 下回说说其他的老字号 以及各种新字号 亲 想知道我在苏州吃过的其他美食吗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 并且一键三连 等我更新哦 感谢观看 消息